作为80后90后小时后,没有手机的时代吃饭, 落车的时候,能够边看电视,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。 当时台湾的流星花园,吸引了大家的眼球。 流星花园不仅剧情引人注目里面正男靓女, 也让人眼前一亮。 F44的男孩,青春阳光,不知明映了多少少女。 女主山菜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小鸟,依然惹人疼爱。 其中山菜的扮演者徐希月,也就是大S在现实中, 也是一位很可爱的女生。 可妹妹徐希弟作为组合出道俩人, 一起经历了不少虚择,但是坚持不懈的努力。 是俩人取得今日的成果,大S4岁女儿的照片也是曝光的。 迪洋娃娃还可爱跟妈长得好像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山菜。 大S与丈夫汪小飞相识在一场生日宴会上, 两人瞬间来电,一见钟情仅仅几次见面, 就相互许定终身宣布结婚领取了结婚证。 大S和汪小飞宣布,闪婚之后, 很多人都表达了不太好这一对的想法, 觉得曲中仁散应该是结局汪小飞, 是京城四少爷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, 也是花花少爷, 曾经的花边新闻也是不少, 但是通过幸福三重奏这个节目, 让大家对汪小飞刮目相看,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用话语去表达自己爱的人, 而是通过自己做一些事情, 去帮助去温暖大S, 很实在地表露出, 自己对妻子的心疼和爱护, 与其他夫妻相比较少了腻歪, 多了一丝平淡, 却也不失爱意, 两人结婚之后, 经过几年的努力小月儿, 来到这个世界上, 徐喜怨迫不及待晒出了自己女儿的小脚, 可见喜悦之情, 王小飞的小情儿终于到来, 作为爸爸, 她是内心, 自然是高兴的, 也成功晋升为奶爸只要是被拍到, 小月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爸爸怀抱中萌萌的小手, 也紧握爸爸的脖子, 可见, 小月儿也是十分喜欢爸爸的小月儿, 慢慢长大之后晒出来的照片也越来越多, 大S四岁女儿照片曝光比杨娃娃还可爱, 跟妈妈长得好像一样, 不得不说小月儿的模样, 简直是翻版的大S眼睛大而明亮, 笑起来, 弯弯似月牙圆圆的小脸, 还带着婴儿肥可爱极了, 网友直称翻版的山菜, 如果是小月儿去演小山菜会有很多人期待的, 小月儿多了弟弟之后, 王小飞在儿子面前是严厉的角色, 却把女儿当成长中宝, 更加能看出爸爸对小月儿的疼爱, 有家难道是因为穷养小子富养女吗? 最后希望两位小朋友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乐长, 一好看大S四岁女儿照片曝光, 比杨娃娃还可爱跟妈妈长得好像, 你怎么看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